好的,大家晚上好 我是Tony Wong,黄世民 我在于威公司已经四年多了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好快 如果大家都不认识我 我是于威公司的高级讲师 也是于威公司的培训老师 因为疫情关系下 我们已经被锁了将近两年了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习惯 与病毒共存 我刚刚从吉兰丹回来 我在吉兰丹五天半 是一个蛮不错的行程 也蛮刺激的行程 当然我是去做工 就是去讲课,讲马来课 今晚的课题是 为何清断食 首先跟大家讲这几个字 免责声明 本讲义上的资料券提供参考 不得视为追踪医学 建议或指导 不仅仅根据此信息的内容 作为使用本公司产品的决定 相反的读者应该咨询 适当的医疗专业人员 了解于他们的健康和福祉 有关的任何事项 有病还是要看医生的 当然这个疫情之下 很多人有病也是不想要看医生 可以懂得治疗 自己治疗 自己用不同的食疗来去做 帮助自己 让自己恢复健康是最好 当然如果是有疾难杂症 还是需要去看医生 但是我个人的见解是 如果是有疾难杂症 比较复杂的 不要只看一个医生 最好是看两个 甚至三个医生会更加好 去确定一下病情的状况 好的 什么是清断食 我们直接进入课题 清断食又被称为 间邪性的禁食 这两个字禁食 人家说禁食 我每天都是吃好料 好像我这一段期间 去到吉兰当 我告诉大家 我每天都是吃好料 我们的领导 带我去这里吃那里吃 都是吃好料 如果是讲不吃一餐 我们已经可能受不了了 不是那个受不了 已经是很难受的受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禁食这两个字 其实在于不同宗教 都有禁食的节食 好像我们的回教徒朋友 他们都会有灾月 就是一个月禁食 因为宗教 基督徒也是会有的 当然还有不同的宗教 是因为某一些事情 他们都为某某人 祈福之类的 也可能都会禁食 好像和尚 和尚他们可能都会有 闭关禁食 所以说禁食是不是好呢 我们来讨论今晚的课题 所以说我们讲 这个所谓的清断食 是目前 风飞纯球的养生方式 但是很多人可能是 不太习惯 没关系 我们进入我们所要了解的东西 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另外清断食 是由英国医学博士发明的 具有诺贝尔权威大于两点 大家应该都对他有些认识 日本荣誉博士大于两点 清断食理论的细胞 制食理论 制食就是吃自己 食我 饿的这个字就是食我 可以通过断食行为来 让人体 身体内的细胞在缺乏营养和能量 供给应对 在你断食期间 好像你没有吃东西 你的细胞好像是缺乏营养 但是 制食的理论 可以帮助你 可能扫除 做个大扫除 然后同手也会供给细胞自己 生存的一个所谓的阶段 暂缓生存压力时 可通过降解 自身被必要成分来供给能量和营养 从而维持生命 我们人体会自动 会懂得怎么样 在制食的过程中 他都会 什么跟他大扫除 什么不该大扫除 什么跟他拿掉 什么不该拿掉的 都会做到自己的自动化 好的 我们看一下科学研究的调查显示 除了能够有效 清断时有效的来减肥 听到减肥这两个字 我相信很多女性都很想要减体重 昨晚我在新商有做餐会 某某某某某某某 有人告诉我他也要减体重 但是要减肥容易吗 我告诉大家 减肥这两个字 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做一个决定的心 当他想 想罢了 就是要减肥的时候 通常第一点就是说 我还没有做决定 明天看到有好吃的食物的时候 他就会吃了 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决心要减体重的时候 你一定会成功 如果没有决心 没有决定的心 你要减体重是很难很难成功的 为什么呢 食物诱惑太大了 第一可以做到减肥 第二减毒素 身体做一个大扫除 除鱼肚 就是有阻塞的地方 通筋活路 加速新陈代谢 好像你的身体 可能经过了这个清断食 甚至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过后呢 你可能就会越来越年轻 皮肤会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还能降低 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也有一些专家说 甚至一型的糖尿病风险 就是说 可以帮助到 包括一型的糖尿病风险 都有可能 也可以帮助细胞修复 改善大脑健康 增强免疫力 改善肠道健康 以及增强昼夜节律的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清断食在科学研究方面 是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但是呢 届时不吃这两个字 是很难很辛苦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要靠的有些是所谓的毅力 所以清断食并不是不吃任何东西 哇 并不是不吃任何东西 听了好像很舒服 东尼老师 你刚才跟我讲结实的 好像不能够吃这种东西 但是现在又讲 不是不吃任何东西 好像可以吃东西的 听起来也蛮爽的 而是根据个人的情况 科学的饮食并配合食量运动 特别是限制热量卡路里的摄入 大家都大概了解科学的研究 清断食的确可以做到 减肥减毒素除鱼毒 通筋活路加速新陈代谢 还能降低二性糖尿病 还可以帮助细胞修复 也可以改善大脑健康 然后呢 增强免疫力 人体的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 在这个疫情之下 我们都了解到 我们都有打一针两针了 但是最后还是要靠 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 从改善肠道健康 很多人 所以说我们讲十未九病 就是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胃都是不太好的 消化系统都是不太好的 它也可以改善 OK 如何在不运动的前提下 通过清断食健康的减肥 哇 听得很爽 OK 对吗 叫我做运动 又是两个字 运动 难 我告诉大家 我几乎每天都在运动 包括去季兰当 所在那个 我是住那个 homestay 那个homestay很不错 很干净 所以我也是在房间 也是有做一些的 简单的运动 就是拉拉筋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讲 通过清断食 可以达到健康的减肥 你说好不好 而不是一些人 为了减一两公斤 他可以一餐两餐 完全不吃 导致他的胃问题 甚至他已经有胃问题 有胃酸道流 甚至其他的胃发炎之类的 他还是因为 为了要减那个一两公斤 他还是坚决的不吃 那个一餐 甚至两餐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 很错的做法 所以根据世界最纯微的科学家 让他在健康和体重管理上 只能给一个建议 他们都会给出一个相同的答案 就是进食 又是两个字 所以我们讲 讲到这个断食 就是进食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也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 就是不吃 是减肥短期内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讲 减体重 要减得对了 我们要懂了 大部分人会觉得太难实现了 并且认为对自己的健康 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讲 教我做断食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刚才前面我们讲 可以帮助我们新陈代谢 可以去除什么 余肚 也可以帮助到所谓的 让头脑更加的健康 细胞修复等等 在这里 可能也有很多人讲 断食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我们来探讨 来学习 所以今天来介绍一个 最适合新手入门的 进食办事 那个就是 雨薇独窜的 要八六七二千断食 当然 在市场有五二断食 什么是五二断食 五天有吃 两天没有吃 叫做五二 也有的是十二十二 明天就是十二月十二号 十二十二是什么呢 他断食十二个小时 可能最后一场晚餐 在七点 他到明天早上的七点 那个就是 经过那个睡觉的时间 就是断食 也是会有这种 这种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也有的是 那种做keto ketogenic 断食 那些可能 就是摄取好的脂肪 然后呢 蛋白平衡 甜 就是要少 不同 的钻食的方法 都有它不同 不同 不同的效果 不同 不同的效果 所以它的做法很简单 1867的很简单 就是将我们一天吃的东西的时间 改为每八个小时 补充 宇威的食品 没有叫你完全不吃 但是 补充 宇威食品 也可以说是 最简单 从原本的一天三餐正餐 改为八二八时间 补充 宇威食品 什么是八二八 就是早上八点吃宇威的食品 较两点吃宇威的食品 晚上八点吃宇威食品 当然也有人跟我讲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以早一点吗 我可以做期议期吗 也可以的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一个时间 所以用四天的时间来看到一些效果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只是四天的时间 让你感受到 让你知道 或者是了解到 这个1867的清断食 是真的 真的可以帮助大家 找回可能之前的健康 之前你很健康 可能现在不太健康 但是现在因为经过18672 让你身体重新修复 然后达到之前你要的那种的健康 你多嚮往 因为现在可能 因为一些病的问题 所以很多这个吃 不可以吃 那个不可以吃 昨晚在常会 我帮忙一个会员 看那个厌血报告 看医生的报告 看了我就告诉他 因为医生没有告诉他很多 关于他的问题 我就跟他解释 他讲找对人 所以说他很谢谢我 我也很荣幸 可以帮助到一个人 所以好的 我们来了解1867的清断食表法 所以说有一些人都可能有做过不同方式的断食 OK 但是呢 他们要了解18672 语微的18672独窜的清断食 是否你可以好好的 或者用正确的方式的解释 让他更了解 让他很轻松的 进入18672清断食 这个是重点 而不是猫猫来 哎呀你来参加了 你来参与了 你来参与 他讲我都不知道18672是什么 这样你要跟他 好好的解释一方一下 说清断食表法 我们找回2016年 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得奖者 他写的就是细胞自食理论 细胞自食理论 什么是细胞自食理论 自食理论就是细胞在饥饿的时候 能把自己体内没有用的 或者是有害的物质 自行吃掉 然后提供自己生存需要的能量 哇可以做到吗 我告诉大家的确可以 你可以看到 自食机制是什么 启动 你看自食机制启动 细胞降解回收 自己零部件的过程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这些所谓的零部件的过程 我的见解是这样的 你的家 你的家可能有用一些 比如说那些石油 石油的桶 对吗 石油的桶 你可以看到用完了怎么样 你就丢 丢到垃圾桶里头 可能各天还是在各天 有某某 就是垃圾车来回收 回收了这一个 空桶 它可以做其他用途吗 我告诉大家 地的确确确实可以做出另外一个成品出来 就好像我们人体 我们人体里头太过多的 内脏脂肪 毒素 某一些血管瘀堵 还是一些细胞比较弱的 还是新陈代谢不好 还是这里痛 那里痛 它可以经过这个 自食理论 清断食疗法 来做一个 降解的方式 再回收不好的东西 然后再运用 所以说此过程能快速提供能量和材料 用于应急 此过程能够燃消体内毒素和有害物质 用来对抗病原体 甚至是病毒 所以说我们讲 再经过清断食过程 第一次 我告诉大家 你的人体的免疫也无形的提升了 第二次提升的更好 第三次提升的更好 但是要了解一下 在于这个四天 1867日的期间 你可能会比较要经过那种饥饿的感觉 虽然你也会有吃鱼味的食品 但是也会有感受到饥饿 如果完全没有感受到饥饿 这个断食疗法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讲专家有说 8个小时饥饿 10个小时饥饿 12个小时饥饿 甚至16个小时饥饿 24个小时饥饿 36个小时饥饿 不同的时间的过程 所以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 这个是重点 如果没有饿 不可能 当然我不是叫你一般上的做法 因为我要胃料 要减一两公斤 我就不吃一场 不吃一场 这样就可能会三到胃 如果尤其是有胃病的人 肠胃系统问题的人 你要好好地懂得去调理 不懂就要咨询 所以我们讲 186切清断食的目的是通过正确的饮食习惯 达到健康美丽和享受 享受的瘦 就是这个不同的瘦 因为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 真的美食诱惑 真的太多了 好像我这一次去季兰丹 太多了 尤其跟那个大领导的时候 他很厉害 找地方吃 以为季兰丹是比较多回教徒的地方 很难找到华人吃 我告诉你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一路来 每天早上可能你就是吃那西勒玛 或者是炒果条 下午你吃鸡饭 或者是晚上又吃其他的煮草的东西 吃到煮草的食物 或者是每天你可能早晨吃云吞面 如果你吃这些面包 或者是面包涂牛油 可能你每一天都是吃这些 甚至有时候你晚上你还吃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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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好的东西 不断进入到身体里头 你说对你的身体累积这样多的毒素 会不会产生病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伤膏 所有的癌症 所有的一些病 不是一天造成的 比如说一颗肿瘤 一个CM 专家说最少要十年才造成一个CM 当他造成一个CM的时候这么大的时候 可能他癌化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是慢了 所以说你要懂 要懂 所以说不代表现在比如说某某人 某某人有肿瘤了 尤其是女性很多有 可能有 子宫、卵巢瘤 如果你现在在这种现状下 你要把这个所谓的可能5CM 的肿瘤跟它缩小 可以吗 不能够马上的 不能够的 所以说很多一些讲到内妇产歌会跟你讲说 等到你停经的时候 这个肿瘤已经不在了 你说真的吗 我告诉大家很多还是在 停经了还在 他是否会说呢 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可能因为跟你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嘴巴还没有控制 一直一直 所以重点是如果是有肿瘤的存在呢 不要让他长大先 让他 就是与他共存先 不要让他长大 他没有长大 没有恶化 就没事的 他还是一样 当然肿瘤五个CM蛮大 一个拳头这么大了 昨晚跟一个聊天的 他的胆里头也有石头 所以说很多时候看到这一些生石的人 他要处理 因为胆太小颗了 如果他的那个胆时代有3CM 你说大不大 太大了 已经是肿到那种痛啊 压到很不舒服 肠胃系统一定痛到呱呱叫那种 这个美食的诱惑 都我们都可能过不了这一关 吃就是吃 我们的食物中免不了 都会有所谓的香料啦 色素啦 繁补剂啦 真卫剂啦 漂白剂啦 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所穿的衣服 如果一般上人家讲 哎呀我随便买一件衣服啦 那个衣服啊 你一震下去就脱色那一种啊 你都知道 如果你有皮肤病的话 这一个脱色就可能进入你的皮肤毛孔 再进入你的血液了 造成很多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要了解 甚至你用的洗衣粉 洗衣液 都是要用对的洗衣液 不然的话皮肤病怎么好呢 所以说要了解 包括用我们的shampoo 洗头洗头洗发剂 或者是柔软剂之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 很多的毒素进入我们身体的 所以这里解说五个字 胰岛素主抗 何谓胰岛素主抗 大家要了解一点 胰岛素就是我们的胰站系统分泌的 这个胰岛素 OK 所以胰岛素是人体唯一的一种降痰技术 唯一的 OK 没有其他办法 所以说唯一的 所以如果 一站系统 出问题的 这样的话 你吃任何甜 包括吃很多杂健薰烤 脂肪高的 高脂肪的食物 最后还是变成糖分的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要怎么去调理 要去怎么去处理 所以胰岛素是唯一的一种降痰技术 可以打开细胞 让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细胞 并在细胞中燃烧 以提供身体的能量 但有时候 这机制会突然失灵的 葡萄糖会无法进入细胞 而聚集在血液中了 即使人体分泌再多的胰岛素 也无法把这个血糖压下来 或者是降下来 这就是出现胰岛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胰岛素是唯一的降血糖技术 所以你去咽血的时候 fasting的时候 可能进食的时候 进食的十个小时 你各天早上你去咽血的时候 你的血糖超过6.1 可能6.57 还是8 甚至10之类的 你知道你自己有出现问题的 要好好的去处理 或者是调理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字 胰岛素足看 学起来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产生胰岛素足看 当然专家的研究 可能是因为陪胖 可能就是缺乏运动 可能就是饮食的习惯 可能是因为基因的关系 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讲 细胞能代谢糖量有限 胰岛素激增 无法使血糖回稳 大量的葡萄糖与胰岛素 留在血液中 基于胰岛素足看 所以我们讲 验血 验血 就是从血液中 我们可以验到 我们的血糖有多高 所以说如果 已经是因为 可能是基因遗传 可能是 我们讲 属于我们讲 melitus one 就是所谓的 糖尿病第一型 那个就比较难去搞 因为这是基因的缺陷 DNA的缺陷 你要让它恢复 我可以讲 在现在的医学上 是不太可能 但是也有医学上 说有可能 好像是可以 修复DNA那一种 我们保留 保留这个课题 就是说 看以后可能科技越来越发达 可能真的是 让一个基因问题的 可以真的修复回来 那就是 太好的信息 OK 我们可以看到 胰岛素足看 你可以看这边 左边的胰岛素足看 当你设计过多的碳水花物 你面包类的 面条类 很多 这些高 高热量食物 碳水花物多了 血糖就会升高了 所以 你的胰岛系统 就会示范更多的胰岛素 就会示范胰岛素 来去 帮它分解 或者是平稳它 所以 葡萄糖 转换为脂肪 所以说 这一个就是一个过程 但是 如果 血糖 太多太多 在这个 血液里头了 但是你的胰岛素 从胰岛系统 分泌出来 还是不足以 去分解的话 就可能产生 所谓的胰岛素足看 如果一个人 产生胰岛素足看 他的现象 有可能 仓后感到疲劳 就是说 吃饱后 你就感觉到 好累 好累 可能是 渴望吃糖 我很想找前十 体重呢 要下降 不容易 肠有饥饿感 吃饱了 还想要找东西吃 还想要找东西吃 除了这个 可能有 三高之类 可能 腹部方面呢 就有堆积了 一些很多的 多余的脂肪 甚至内脏脂肪 尤其是你看到 上半身腹部 肥胖 所以也有的是 因为甲状腺 问题 吃剂素过多 荷尔蒙失调 多难 卵巢中和症 这些都可能是因为 胰岛素足看 产生的 好的 如何知道 我是有胰岛素足看呢 刚才我讲的 第一 你可以看到 饭后疲劳 你有没有这种现象 问自己 第二 有没有 时常有 动不动就有头疼 时常要吃甜食 吃饱了后 还要再吃 体重迅速增加 可能 减重的时候 会比较难 人家一下子就 一公斤 三公斤 一下子就剪下来 但是你要剪 那边一公斤都拿 可能荷尔蒙失调 可能 高胆固醇 或者三双肝油脂 为什么下不了 可能就是因为 胰岛素足看 OK 来我们看这两个案例 这两个案例 这里说什么呢 代谢症后勤的分歧和症状 第一就是这个43岁的男性 他有高血糖 高血压 高三双肝油脂 还有高胰岛素血症 然后腹部是比较粗 就是很大的腹部 所以罹患代谢症后勤 已经是一到三年了 所以导致这个腰围是非常粗的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呢 他没有就是说 好好的去overhaul 调理 持续到五到十年的时候 可能就是心脑血管 疾病出现了 可能动脉阴化 可能引起冠性病 甚至中风等等 所以我讲 病 很多病 不是一天造成 所以说我们讲 慢性病 慢性病 所以说可能是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造成的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他有脂肪肝 有糖尿病 四十五岁 三五年了 但是没有去好好处理 持续越十年 可能导致这个神经退化 组织病变 甚至罹患这个所谓的神经退化 性的疾病 甚至癌症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现代的人病 是很普通 很普通的 好像 你有我有 很普通 你懂吗 那一种 我们应该 要用另外一个想法 你有三高 我不要有三高 你有三高 我没有三高 我教你怎么 去处理你的三高 我们要用这种的心态 去帮助别人 所以说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 可能是多男性卵巢 症候群 正有妊娠的痰尿病 有很多妇女 怀孕的时候 当她怀孕的时候 可能本来没有痰尿病的 没有高血压的 她都后来才会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华人 我们吃太过多的补补补补补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 洋人 妇女 他们生了孩子 可能第二天就去游泳 我们为什么不行 他们可以 还有呢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酒做不动 生活心态 所以我们讲 最好 如果你做办公室的工作 最好 每做差不多两个小时 你一定要取来 生生懒妙 这个很重要 这有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 包括这个体重 过重 所以我昨晚讲课的时候 都遇到好多个 都是比较体重 所以说一定要减 他们都是有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预导书主看 这里呢 如果你涉及高热量饮食 就是糖油 我们讲杂尖熏烤 或者是甜食太过多 这个就 以后之后 可能十年后 所专家说 如果一个人每一天 每一天喝啤酒 喝啤酒 大概啊 大概啊 一百到两百ml里头 十年每天喝 它可能就会产生 所谓的脂肪肝 如果连续五到六百 每天啊 五百六百ml的啤酒 二十年后 它可能肝硬化 这个是专家的研究 所以如果一个人 是有患上脂肪肝 内脂肪肝 的话 我们可能讲 它已经产生可能慢性肝炎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腌血的时候 ALT ASD GGT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肝出现一些问题了 慢性肝病 肝硬化 肝癌 这些都会出现了 胰岛素主看 会产生变成高血压 高血脂 这两个过后就是心血管疾病 心脏疾病 你看 缓缓相扣 胰岛素主看 可能导致第二性 痰尿病 也有可能导致 肾病 洗肾 肺炎 甚至内脂肪肝 很多可能会有罹患 这个恶性肿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十大死亡原因 在2019年 No.1 确血性心脏病 马来西亚也是 很多国家都是心脏病排第一的 但是 这个十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 痰尿病 生病之类的 还有一个病 已经追上这里很多了 那就是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之下 很多人心理病 就是忧郁 等等的心理病的问题 出现 问题了 这个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不容易解决了 所以这个相信会追上很多病 会排在十大里头就对了 好的 刚才我讲 由英国 这个发明 这个就是所谓的 2012年英国广泛公司 将医学博士 迈克尔 莫斯利 与600人 共同实现的 这个 清断石的经历 拍成一部 名为 禁食 断食 于产兽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里 可能慢慢流行到今天 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 学习过程中 都可能 会了解到 清断石的好处 所多项研究一阵识 清断石 有减轻体重 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控制血糖 降低坏的胆固醇 预防老人 痴呆症 疏解不良情绪 减少罹患风险 癌症风险 等其他的健康的问题 前面 其实这个我已经带过了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的科学家 大宇良典 2016年 获得诺贝尔 生理学 他讲到 自食理论 再讲一次 细胞 细胞在饥饿的时候 能把自己体内 无用 或者是有害物质 自行 撕掉 提供自己 生存需要的能量 所以说 当你在做 1867的清断石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种的 过程 所以细胞 降解回收 自己的 零部件的过程 此过程能快速提供能量和材料 用于应急 此过程能够燃消体内毒素 和有害物质 用来对抗病原体 甚至病毒 所以 专家 都告诉我们说 清断石 或者是自食理论的做法 可以帮助到 慢慢的 让我们的人体 就是说 提升免疫了 甚至可以抗病毒 OK 所以 饿 这个字 就是 食 加我 就是饿 饿的时候 没有食物可以吃 我们身体只好吃自己 怎么吃呢 首先身体会挑 不重要的地方先吃 跟生命有关的车 保留着 多余的脂肪先吃掉 血管上的鱼脊 先吃掉 就是鱼堵的 有堵塞的 你不知道的 主之间的鱼脊 先吃掉 帮有肿瘤 先吃掉 痰食先吃掉 所以说没有用的 它跟你吃掉先 有用的 就是保留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是细胞知识 知识作用主要是 清除降解细胞内的 受选三的细胞结构 衰老的细胞气 以及不再需要 生活大分子等 知识作用 在消化的同时 也为细胞内的细胞气的 构建提供原料 即细胞结构的再循环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一些关于到这个知识 如果你还要了解 更生除了 我现在在讲 你们可以找我哥哥问话 就是什么是细胞知识 或者是细胞知识理论 你可以在谷歌里头找 它会跟你解释的更清楚 所以我们讲 如果在经过这个知识的时候 细胞本身就会清除 就是说可能细胞里头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跟你拿掉 可能身体有很多部分 有内脏脂肪 或者是没有用的 甚至一些的肿瘤 它都可以慢慢慢慢跟你去慢慢慢慢吃掉 OK 所以说这个是好 是好 当然在于这个清断食的过程中 1867的这个时间 4天的期间 你一定要有准备的心理 要有饿的心理 就是饥饿的心理 你一定要准备 不然的话 等一下你第一天经过的时候 哎哟 Donny老师为什么饿 饿到我头晕晕 正常吗 正常的 为什么饿到我整身没有力 你都没有吃东西 你是吃鱼味的产品 也会没有力 乏力 就是那种情况下 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出来了 OK 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细胞质食 细胞质食 英文叫autophagy 是一种细胞内的分解 带一些机制 OK 在某些肌膀硬的情况下 绒媒体 就是来说 把细胞内的 一变性受选 老化和 以失去功能的细胞 细胞气和 蛋白质 与核酸等生物 大分子降解掉 来 视线细胞 保护和细胞 气的作用 以免细胞受障害 简单来说 细胞质食可以 烂细胞重组 修复再生 以达到细胞再循环和再利用 这对于人体 看衰老的意义 非常非常的重大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过程 大家要了解 这样就有一个心理准备 原来是这样 所以在于这一个研究中 2012年 一线对小鼠的进行研究中 致死可以防止癌症 神经推行的性的疾病 传染病 炎性的疾病 老化 胰岛素素抗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研究 研究 问题是这些研究 你相信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你去找这个资料 底下这里资料来源 你可以看到这里 Exercise induced BLL2 regulate orthophagic is required for muscle would cause homeostasis 这个就是他们 这个研究的报告 告诉大家 细胞致死 就是致死理论 达到这一些 可以有的效果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脂肪细胞肥大 有一些小孩子 从小就是肥胖肥胖 很多时候父母亲讲 哎呀 小孩子没问题 肥胖 很chubby 很可爱 QQ 所以说没问题 他长大 后就会瘦下来 帅帅美美了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 胖子出现呢 为什么体型 会很多的体型 越来越大呢 可能从小孩子开始 已经可能细胞 已经是肥大 我们讲肥胖细胞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长大后 他也是 他小时候爱吃什么 无形中 他出来市场做工的时候 他可能选择的食物 就是跟小时候爱吃的食物 因为已经set定在mindset了 我爱吃这个 我爱吃快餐 我爱吃这个 砸肩熏烤的食物 他无形中 走到哪里 都是想到那些食物了 他不吃这些食物 真的是变成好像没有精神 感觉到心情很不舒服 就是吃吃吃这些食物 砸肩熏烤食物 很多甜食之类的 然后肥胖者一般上都不太爱运动 包括瘦的人都不太爱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1867断食后 这个肥胖细胞 他就会慢慢变小 不要太过急 有一些人讲 我为了减体重 我的目标要5公斤 我要做1867的一次过 一次过 就是5公斤 有吗 也有的人真的是这样达标 一次罢了5公斤 有吗 有啊 不是没有啊 是真的是有啊 可能他的大厂里头 有很多塞住的树变 那个清理可能就两三公斤的 还有其他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讲 这个过程要懂先 不要贸贸然进入1867的 OK 所以说1867的目的呢 目的啊 再重复一下 第一就是启动自异力 启动细胞自食力 减缓胰岛素素肯 通筋活路 前面我已经讲了 那些比较迟劲来的 告诉大家一下 减少瘀肚 燃烧脂肪改善腰围身高值 促进存范围的免疫 给身体来个大扫除 所以我们讲啊 你的汽车 可能5000公里你就换油 一万公里比较好的油你换 你的身体吃了很多不好的油 你有换吗 没有换 怎么换 我们教你怎么换 你要跟着 所以说 重点1867 减 减热量 减毒素 减脂肪 减 不舒服 可能这里痛那里痛 我听太多了 有一些大姐们 阿姨们 她讲 我这里痛了 现在不知不觉 没有掉了 极高兴 我这里痛了十年了 怎么不见掉了 无形中 我的腰 这里痛那里痛 我甚至要弯下去都痛了 现在好像我可以弯下去拿东西的 这种油吗 太多了 太多了 可能那边有发炎 可能有毒塞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在这里呢 减是这里 加营养代谢 修复 防御 活力 就是你会越来 越年轻 越轻松的 昨晚 很开玩笑的 他们跟我讲 我说我 我今年 接近六十岁了 东西老师 你看起来 完全不像 听了几爽 对吗 人都是喜欢 人家 赞你的 对不对 如果 你在 我在 以为四年 我也看了好多 甚至我们有大姐 拿东盖来的 东盖丢掉了 没有用东盖了 很多的 山高的问题 这里 那里 问题的 他们 就一一 慢慢慢慢 慢慢 解决 很多 丑小鸭 变成美女 现在变成妖精 他们讲 变成妖精 很多不帅的 变成帅哥 有没有 有啊 很多皮肤不美的 现在美 做了一次 清断食过后 他们的射斑 射书 那些可能 待很久的 浅了 我不是跟你讲 一下子就 不见掉 不好 要求太过快 太过高 OK 所以这个要了解 OK 好 我们来了解 1867的清断食 这个需要多少天 来 18 18 就是怎么算 你可以看到 每天18个小时 清断食 阶段 来 8点到2点 这个是启动 细胞制食力 2点到8点 启动细胞制食力 来 8点到2点 启动细胞制育力 好吗 所以 每6个小时 进食一次 就是8点 你吃鱼味的产品 我们 sack好好给你 等一下会给你看 2点进食 鱼味的产品 来 8点 晚上 又进食鱼味的食品 一次 所以说 每6个小时 进食一次 6 38 一天 OK 6 38 8点 2点 8点 也有的人 讲 我可以7点 1点 7点 可以 没问题 所以 4天来说的话 乘4 就是72个小时 所以你要安排 也有的人 真的是没有空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你也可以坐两天 怎么坐两天 你可能星期六 礼拜天 在家里坐 你慢慢来 你不能够急 为什么呢 因为 可能进食 第一餐 雨味食品的时候 8点 你可以顶得住 到了2点 1点 2点 哎哟 肚子饿了 我要吃鸡饭 想到好吃的东西 我要想到 那一个 那个餐馆的 那一个咖啡店的 那个阿嫂 煮的东西 很好吃 我要去吃 你有可能会有 这种幻想出来了 饥饿 让你有这种幻想 爱吃 你那种心情 就很不舒服 可能你脾气就出来了 你甚至要跟你家人讲 我坐1867的清断食 这几天你不好打扰我 我脾气会上来 是真的 我是讲的是真的 所以1867的 就是这样来的 OK 所以 重点 重点 如果你要进入1867的 这个四天的清断食 你减食要做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 你进入1867的清断食 你的所谓的难受的地方 减到最低 OK 听好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减食 前面四天减食 甚至七天减食都可以 减食的意思是说 这段期间就是 少盐 少油 少坏油 然后少糖分 这些你都要懂 因为你一路来都是 吃中口味食物 你今天要 做清断食 你一定要把这些食物 比如说你吃一大碗的饭 你就要减半 你一定要减减减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前面的减食的四天里面 你做得很好 你进入这个1867的清断食 你会比较舒服 没有这么难受 因为也有的人 他很急 他叫我不要做减食 我照吃 马上就进入清断食 他比较辛苦 来 说第二 尽量吃清淡 清淡的食物 避免晚上八 十点过后 减食 记得 一定要懂 如果 你要做1867的清断食 要做一个决定 决定心很重要 OK 来 我们就看到这个产品出来了 因为我们以为 有卖一套的 清断食 红色的 是女性 蓝色的是男性的 已经 这一些产品 包装好好给你了 只是你付一个费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早上八点 你是 单单 泡这些来喝 OK 可能你就是 喜得宝 加洞灵 加卫斯坎 这样一起泡 可以吗 可以啊 低温水 泡500ml的水 一下子下 过后了 你吃这两包油 平衡 跟硬价 过油 你可以这样做的 500ml 如果你要把喜得宝 跟洞灵分开 可以吗 250ml的喜得宝 你喝了过后 你再来喝 洞灵 可以吗 可以的 我是 一下子500ml的水 低温水 加进去 一起来 OK 下午的时候 两点期间 就喝这些了 一样的 喜得宝 跟这一包 洞灵 女版的 一起喝 过后 你要加 卫斯坎下去 可以吗 check一起 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然后吃油 吃这个balance 所以如果 在这一段期间 我刚才讲了 两点期间 一两点期间 你是饿 因为你习惯吃 太饿了 你可以 吃一粒 青苹果 我们要的 就是比较低 生产指数的水果 不只是青苹果 你可以吃 其他的 鹅梨 还是其他的 低糖分的 所谓的水果 可以的 水煮荡 一颗 可以吗 可以 坚果 坚果 你不要吃的 太过饱 吃一点 可能十颗 十颗左右 都可以了 麦片 也可以 都可以的 所以说 晚上八点的时候 你就吃这个 三个了 第二型 糖尿病患者 或者失眠者 或者女性 和牧师条 可在八点 把印加果 又改成 贝利 贝利 就是我们的 那个褐色 那一道 如果有这些病患的 失眠的 糖尿病 它这是 荷尔摩 是条 你就可以 改为贝利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们的 所谓的 清断食 1867 的 所复食 一样的 跟减食 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可能你会感觉到 呕吐 腹部不舒服 所以呢 你第一 可以暂停 清断食 你不要 继续 可以吗 可以 可能你做了两天 你顶不住了 但是如果你的 异力强 最好可以顶 顶过 是更加好 可以喝小米粥 暖胃的 胃不舒服 可以喝 红豆莲子汤 或者是海带姜汤 这个是 很容易煮的 所以 如果是 晕眩 就是很不舒服 头晕 身体没有力 第一 你要休息 你也可以 在这段期间 你就 泡一杯 这个 很稀薄的 这个 海盐水 海盐水 很稀薄的海盐水 你喝下去 来平衡 因为我们的 电解值下降了 所以说 无形中 可能就会有 暈须 很不舒服 或者是 你可以做这个 黑米加红豆 玉米 红枣 各15克 或者是 红豆姜汤 这一些 你都可以做了 我们已经准备 好好告诉你 怎么 去处理 如果你不会做 很简单的 你去上网 找谷歌 怎么去做 他就教你了 现在太方便了 所以说 减食 做得好 4天到7天 里头 过后 186 7月4天 然后 复食 不能够在 复食期间 哇 终于开戒了 你说186 做完了 我马上要吃 那一档 我想吃的食物 吃饱饱 OK 如果你这样做 你已经三生 你会真的三生 OK 所以要记得 减食 清断食 布食 都要做得好 你做完一次过后 你觉得很不错 你要做进行第二次 可以吗 可以 各开 最好30到45天 再进行一次 不用急 有一些人讲 我一个礼拜过后 我再进行 我告诉大家 你要让你的人体 身体 要去休息 不能够 这样一下子 因为为了减体重 减体重 人体 不管怎样 所谓的物际 你太过超级的话 变成出现一些问题 都可能出现 所以我们要了解 因为这个清断食 根据食 你是长久 好像我已经做了三次了 我本来是大概 接近62公斤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做了第三次 我怎么吃 都是保持在60不到1 60不到1 我不可以太瘦下来 太瘦下来就更难看了 所以我要真体重到62公斤 就是不一切 我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人做减肥减肥 当他过了过后 反弹很严重 甚至比之前更加胖 更加重 有没有 到底哪里出问题 是不是他的产品问题 还是程序错了 还是因为真的 严重的荷尔蒙失调 还是其他的 胰岛素素 看的比较严重性的 所以说我们讲 1867 你进行 不是一吃 要吃两吃 三吃 四吃 跟着你 只要你有空 你爽爽 你要做两天的话 也可以拜六礼拜 做两天 你OK的 没问题的 这个是根据你的 不会伤身 重点是不会伤身 而且让你会更加更加的健康 是重点 所以我们已经 给你们一个主食篇 减食跟负食的清单 食物清单 我们重点是GI食物 要低于55 OK 好像燕麦 成麦 面包 玉粉 黑米 糙米 这个GI 多过70 就不要吃 这些都是我们爱吃的 爱吃的 菠菜 豆芽 茄子 这些生菜 这个红色的 就不要去动 然后这些虾 海鲜 鱼肉 鸡肉 都可以 如果你要吃鸡肉 不要吃皮 皮是漂龄比较高了 要懂 猪肉 这些瘦的 你有没有看我们写的瘦 瘦牛肉 瘦猪肉 不要吃肥的 so GI超过70的 不动 来 OK 来 水煮蛋 蒸蛋 纯脂奶 低脂奶 脱脂奶 无糖 酸奶 Yoghurt Plain yogurt 就是原味的 非常棒 这些红色的 不要吃动 你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 告诉大家 已经做便便给大家 只是 你要不要进行 进行的时候 做一个决定 OK so这里 会让大家 更加了解一点 我刚才前面讲了 当你做这个 清断食的时候 你必须要告诉你家人 你在做1867的 清断食 这几天 不要来打扰我 我告诉大家 真的 有时候脾气会散的 会比较坏的 因为饿嘛 人饿了 就是脾气很坏的 对不对 很正常 第一天 你会感觉很饿 吃的欲望很强 你会想 这个我爱吃的 哎哟 我不要做1867了 我要停了 如果是这样 你就是 公归于尽了 失败了 你要再做第二次的时候 你可能又失败了 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 坚持 坚持 再坚持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能够度过第一天 饥饿感就会减少了 来 第二天会慢慢习惯了 所以第一次进行者 可能会感觉到 晕性头疼 这很正常 我刚才讲 如果是这种 去休息 或者是泡一杯 很吸薄的盐水 你喝一下 或者是喝多一些温水 然后去休息 休息15分钟 30分钟都好 如果你再有做工的话 你就要在星期六礼拜天 可能你做两天 这样 去进行了 然后身体拔力 比较没有力 或者是各处会出现疼痛 烧痒感觉 这个是正常的 口气会加重 这个几乎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出现的 口气 因为你饿的时候 很多东西 在大消除的过程 这个口气加重 常常吃肉的血液偏向 酸性者 可能会有便秘的现象 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进入清断时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一天你可能会 上大号都会有大 第二天 因为你可能没有吃什么东西 你的分辨好像越来越少 你感觉到第三天 好像没有东西大出来 因为根本你都没有去吃到 固体食物 以头可能已经排空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OK 所以头皮油腻者会有掉法的现象 因为有很多可能之前 你的头发属于比较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话 给它暂时性掉 之后再生回来的 你的头发就会比较疏黑 有法治更加亮丽 更加美 不会动不动 就头发就开擦之类的 如果你头发时常开擦 你也可以进行多一个动作 除了洗了 宣布以外 你可以用 雨薇的印加果油来搓 搓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发 它会帮助 滋嫩你的发 这个是可以做的 说情绪会起步不定 这个是很普通的 说到了第五天过后 你就感觉到 哇 整身好像 所以我听到太多了 一次清断石锅 哇 皮肤感觉到滑了 有吗 有 这里痛那里痛 突然间 我刚才讲了 一些大姐们分享 之前我弯不下腰的 现在不小心掉了 我弯下腰都不会痛 有没有 都会有 所以体状有所改善 可能有一些人 第一次是 减一公斤 两公斤 三公斤 也有的五公斤 都有 我们的 王爷 跟他比较熟了 Frankie 昨天晚上也跟他在一起 你看他从 140多公斤 瘦到 昨天他讲 在85公斤 哇 那个瘦几十公斤 这个米 要砍几包 那个 不懂那些脂肪油脂 跑去哪里 他很成功 这个是要靠坚持 很重要 精神有所改善 身体各项的健康指标 有所改善 头脑 思绪 有所改善 要清醒 要舒服 甚至有一些告诉我 他所谓的老花 近视 好像也有改善 所以说这个 因为我们的眼睛也有很多微血管 可能有余堵在眼睛的微血管 你不是不知道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也有改善 所以肤色的色泽有所改善 这是很普通 但是 有一些人是不能够参与的 比如说那些病重患者 因为病重患者他很想快点好起来 他要参加 对不起 他要调理 所以说有时候做清调补防 要懂的 不是要做清 因为这个清断食 面对比较多在于清 当然也有调 但是他要调过后了 再来做所谓的1867的清断 会更加好 癌症患者不代表不完成 不可以参与 已经过了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来 没问题参加 来参加 看可能第一次 可能只可以那两天 不要紧 再第二次第三次 胃不能饿者 完全不能够挨饿的 对不起 不能够参加 严重胃痛者 不能够参加 调理好过后 再来参加 过敏体质者 有一些真的 你在于进行这个过程 他的皮肤更加严重 那种性质的话 对不起了 暂时不能够参加 调理好再来参加 肾病患者 肯定是不可以的 皮肤病患者 跟这个过敏体质者类似 艾滋病患者 更不可以参加 精神病患者 不可以参加 严重低血痰者 没有吃就饿 昏倒了 不可以 贫血者 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症 地中海贫血症 有好多个都有参加 比较轻微的 比较严重的 可能不行 不能够参加 如果真的要做1867 他可能只做一天 自己要进哪里 我们没有在你身边 我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红邦性蓝参者 要严重的 就可能不可以参加 我们有好些红邦性蓝参者参加 他们做先做一天两天 正在来月事 对不起 刚刚好有很多 有一些 做了第一天就来月事了 就马上要停了 因为月事来的时候 可能 不懂 会有造成血奔 来更多 这样就要停了 有次就抗生素者 不可以参加 孕妇不如 这个是肯定不可以参加 心脏衰竭的心力不齐咋 不可以参加 因为体太过虚弱 手术前后两个月咋 前后两个月 就是超过两个月OK 如果要安排进行两个月的期间 要去动手术就不要参加了 所以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不参加 也有的有参加 但是要拿捏得很好 严重血管毒塞 知道自己严重血管毒塞的 可能 我们讲要进行自己 自行调理过后 再来参加不迟的 所以我刚才讲了 有余堵的地方 它都可以帮你 自食理论过后 自食细胞 自食很多余堵的地方 跟你吃掉 是可以的 但是已经严重了 现在暂时要调理 先过后才讲 不相信清断食 疑心病很重长 这个肯定不可以这样讲 可以吗 Donny老师 你讲得这么好 有没有搞错 是吗 这样就不要了 我们是直接跟他讲 不要 再次就学糖药 或者是血压药 血清药者 请咨询我们 OK 所以要吃药的 照吃 有打胰岛书的 要进行这个腰巴 就继续照样打 跟着医院的时间 所以年龄超过70岁者 建议特别执行 因为70岁的人 可能比年轻的人 还健康都有 OK 可以参加吗 看一般山 如果我自己知道 自己健康 Why not 可以 记得 记得 这里非常重要的 在进入清断食期间 一定要喝水 最少最少都要2500cc 最好可以喝到3000cc 但是你喝水 不要灌水 甚至不要站起来灌水 我发现到很多人喝水都是灌水 灌水 他讲我今天 我一天每天都是喝三个里特 四个里特 但是 但是 他未必他的细胞有吸收到水分 所以说我们讲 专家有研究 印度专家有研究 要坐下来慢慢喝 一口一口喝 甚至慢慢喝 吸吸吸喝 不要咕咕咕咕咕咕咕 很多喝喝喝很多水 导致水肿的有没有 我跟你讲很多 甚至细胞都属于脱水 去验血的时候 脱水 喝很多水 还脱水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问题 喝太过多水 也有的人喝真的 一天喝五六L的都有 有吗 有啊 但是喝水中毒 有听过吗 有 不是没有的 所以说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发问的话 我尽量解答 我尽量解答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的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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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